工业化的核心就是现代制造业 在工业文明时代 谁有制造业 谁才能够把握自己命运 谁没有制造业 人再多 钱再多 你的命运都在别人手上 你被人家羞辱 知道吧 所以工业化特别重要 而苏联给我们的156个大项目 就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这是巨大的收获 我第三个收获呢 应该是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就奠定了 对吧 这个我记得我在别的地方讲过 当时美国绝对是如日中天 对不对 美国在这个二战结束以后 它的制造业 差不多占到世界的一半 那个金融资产占到世界80% 然后军事上 它是唯一有能力两洋作战的国家 然后还有一个 它当时50年 它是单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因为苏联是49年才四爆的核武器 苏联红军列装核武器还要晚几年呢 所以当时美国那个地位是如日中天 那么中国呢 经过百年的积贫积落 其实挺弱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国跟美国打了一仗 军事上打成了平手啊 我们是从那个鸭鲁江出发 到了三八线 美国呢是从釜山出发 到了三八线 对吧 军事上打一平手 政治上我们绝对赢了 对不对 你原来在江湖上 这个不见金钻的 大家不认识你的 对不对 哇 你跟江湖第一高手打成一平手 绝对名正江湖啊 从这一天开始 就是我们跟美国打成平手开始 没有任何国家 琢磨着要亲密的 对不对 这亲中国 它的安全问题 其实就解决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安心地发展了嘛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说它是立国之战 绝对是不为过的 那么最后呢 这个朝鲜战争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朝鲜战争 那应该讲美国人呢 对新中国啊 这个态度就复杂了 在新中国以前 晚清民国 总体来讲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 俯视 是吧 上对下 但是因为朝鲜战争 美国才开始平视中国 对吧 这个其实对后来 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没有平视 就不可能 72年呢 美国总统 不顾国内反对啊 跑到一个未尖交的国家 跟毛主席握手吧 你们想想 没有朝鲜战争 美国没有这种内在的尊敬 觉得你没有价值 他不会这样的 是不是 一个总统 到一个没有建交的国家 而且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 这是很有政治风险的 但是他就做了 因为什么 他还是觉得你这个国家有力量 我跟你交朋友有收获 对吧 他需要你 来对付苏联 于是他就过来了 那么有了72年中美和解 才有了79年建交 对那个 从历史角度来讲 朝鲜战争的影响 汇集到今天 最后还有一个 方法上的启示 就是对于美国这种国家 他呢 有力量的话 他一定会欺负你的 面对这个欺负呢 一个办法是忍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适当的斗争 那么在朝鲜战争这个案例上 给我们的启示啊 还就是以斗争求团结 这团结存 这对未来 我们处理中美关系 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 1950年在朝鲜战争的遭遇 是中美双方的一个重要节点 金教授认为 抗美援朝改变了 美国俯视中国的态度 并且刷新了全世界 对中国的看法 近年来 美国对我们的重视 达到它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成果 那么70年过去了 中美又来到了一个 关键性时间点上 今天对抗美援朝的回顾 也是为了在历史的维度上 再次审视中美关系 现在呢 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到 一个矛盾的阶段 看清这两个世界大国的 过去与未来 我们应当从历史中 汲取哪些经验 合则两立 面对当下的紧张局势 又该如何应对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 又将如何呢 那么中美关系呢 我们先简单地讲几句历史 中美关系啊 这样的 就是就中国来讲的 历来是重视的 知道吧 晚清 民国 新中国 然后新中国 每一届领导人都重视 毛主席就很重视 你们想想1972年 邀请尼克宗总统访华 是谁做的决定 是不是毛主席做的决定 是不是 说明什么 说明毛主席极其重视 中美关系 而且坦率讲啊 因为72年中美缓和 才有79年建交嘛 是不是 所以应该讲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是毛主席留给后来啊 第二代领导人 一个重要的遗产 所以 新中国 第一代领导人就重视 第二代小平同志 非常重视 是不是 然后 江主席 胡主席都很重视 习主席也很重视 大家注意到 习主席有一次 见那个特朗普总统 是不是讲的这个话 中美关系 有一千个理由好起来 没有一个理由 坏下去 我们都在用这一句话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事 从中国角度来讲 我们历来是重视美国的 那美国呢 对我们态度是变化了 美国呢 在晚清民国是这样的 俯视我们了 知道吧 新中国成立以后 鄙视我们 因为我们在朝鲜战 能跟他打嘛 把他打得够呛啊 鼻子脸肿的 所以先是俯视 后来第一次 72年 黎克松访华 其实是利用了 因为当时 他跟那个苏联竞争 很吃力 要中国帮忙 美国真正的 比较平等的 平常心对待我们 我认为是 91年苏联解体以后 冷战以后 然后对中国的重视 就开始直线地上升 近年来 美国对我们的重视 达到他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认为 17年底开始 他就把我们放第一位了 但是呢 这个态度是不一样 我们重视美国 真想跟他好 想交朋友 他重视我们 想整我们 性质不一样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 一个大致的一个回顾 历史的角度看 我们历来重视 而且历来有建设性 他呢 也是 然后第一次 然后利用 真正比较平等 现在看来我们 是很短的近代 那现在又开始 走向了对抗 那么 现在中美关系呢 肯定进入到一个 不太好的阶段 是吧 但是呢 过去那段历史 我们还要肯定一下 从79年1月1号建交 到现在 41年半 总体来讲 中美关系还是成功 双方的合作很好 而且双方都有战略收益 中国 通过与美国建交 从美国学到了好的东西 对吧 另外通过和美国建交 我们的产品 就可以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改革开放才有成功的外国条件 对不对 美国呢 通过跟中国建交 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美国的资本 在中国是赚了很多钱 赚了盆满满 这就是他回去分配不好 是他的事 但是在中国赚了钱了 这是事实 另外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 通过中美建交 美国才赢得了冷战 所以很肯定地讲 中美过去41年的交往 是双赢 双方都获益的 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 何则两利 当然现在有一个麻烦 美国人心态有点不对 美国人认为啊 那个过去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成功 主要是因为他帮我们 然后呢 他赢得冷战 跟中国没关系 这是他现在的一个毛病 是吧 夸张他的作用 贬低我们的作用 我认为他那个不对 我的分析是对的 我认为中美 过去41年 双方都是赢 对吧 应该这么看比较可观 那现在呢 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到一个 比较矛盾的阶段 竞争性的阶段 原因呢 就是我们有五个 新的问题出来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进入到了 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 也就是大家通常讲的 老大老二矛盾 在国际关系里面 老大老二是天生的冤家 还在讲啊 组织人类学告诉我们 任何人类的组织 那个二把手 都是很难当的 是吧 但是个人关系 还是好处一点 是吧 我让一让 算了 那国家关系难处 国家不是说 一想让就让了 对不对 因为国家是集体的嘛 所以国家间的 老大老二关系 比个人要难处得多 最后往往是走向 现在咱们国家的态度是这样 我们国家从官方到学者 都认为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 休息底的陷阱 我们要努力地回避它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呢 美国的战略精英层 就认定我们是老二了 回避不了了 我们现在有些学者 有一点天真 说中国能不能姿态再柔和一点 是吧 讲话再轻声细语一点 这样美国就放过我们 回避这个矛盾了 甚至有人 我觉得很舒呆子气 说建议啊 他们统计局想想办法 中国的GDP搞第三 把印度搞第二 说轻了是天真 说中的是傻了 这是低估美国的战略能力 以美国战略能力 它对我们很了解的 你无法隐瞒 你回避不了 那么现在的事实 就是美国认定我们是老二 认定我们是挑战者 这就是第一大矛盾 第三就是美国变了 美国这个国家 曾经是非常自信的 自信的美国啊 外出有点霸道 好处是什么呢 它比较宽容的 比较包容 也比较幽默 骂它也没事 现在不是 现在美国内部矛盾很多 它是自信心下降 然后人就变得很自私 很焦虑 是吧 一个焦虑的美国很难打击 相当于一个人啊 进入更年期了 第四个呢 咱们国家应该讲 因为改革开放嘛 我们也很多元化 利益多元 于是观点多元 所以 就是说 我们的内外政策 形成共识也很难 所以我们外交啊 受到的内部牵制 也比以前大了 第五个新矛盾 就是美国现在这个 引导人啊 集集团队 就是特朗普集集团队 非常的极端 非常的多变 无法预测 这样人家就很难跟他打交道 是吧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新背景 那么在新背景之下就出来了 就有了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就是美国在17年12月18号 国防部发表了四年一度的报告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 把我们定义为第一战略竞争对手 这就是主要矛盾 原来美国给我们的定义 是有缺点的伙伴 现在是第一战略对手 从这一天开始 中美关系的性质就变了 原来是既竞争又合作 对不对 从这一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竞争为主 然后美国这个国家 行动能力很强 它不光是说说 马上就真的就竞争了 17年12月18号 推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定义我们为第一战略对手 三个月以后 18年3月22号 是不是特朗普总统签了一个总统行政命令 发起了对华贸易战 对不对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是不是过去了两年半 两年半坦率讲 我们中美关系经历的竞争 不仅仅是贸易战 实际上是个混合战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过去两年半 至少对我们打了15张牌 第一张牌是贸易牌 就是对中国产品征税 附带讲 前天是不是WTO裁决 说特朗普征税是非法的 是吧 这个其实是个好消息 虽然我们也知道 特朗普根本不理国际组织 你财了也白财 但是道义上还是对我们很有利 知道吧 至少那个老师说了 说你错了 对不对 但我们道义上还是得点分的 这是过去两年半 他对我们打的第一张牌 征税 是吧 贸易战 第二就是科技牌 打我们高科技公司 打华为 打中心 打海康威视 科大巡飞 大疆国际 这是第一批 第二批就打 打我们抖音 抖音的英文版 TikTok 然后打微信 第一批先打的 高科技硬公司 还有抓那个参加 我们那个叫千人计划的华裔学者 对吧 第四呢 就是金融战 美国是不是列举了三百多家中国实体 然后就切断 与我们的金融联系 第五就是舆论战 特朗普的大将 几个大将 国防部长 国务卿 满世界跑 去鼓吹中国威胁论 国务卿特别卖力 而且给中国安了很多新的帽子 说我们中国 在亚洲搞霸权主义 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 在美洲搞帝国主义 中国网民很生气 因为这些话都是20年前 我骂美国的 美国拿来就用 他说你不尊重知识产权了 它其实就是宣了中国威胁论 这是五张牌了吧 然后还有六张牌 这是很敏感的涉及中国主权 这里面包括台湾 香港 新疆 西藏 东海 5加6 11张牌 12张牌 就是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是什么呢 就是在巩固 与传统盟友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基础上 往西推进 增加新盟友 抓印度 印尼 越南 第13张牌 就是搅居一带一路 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 它就搅居 14张牌是什么呢 WTO2.0 就是在WTO里面搞小圈子 美欧日小圈子 把中国排除在外 第15张牌 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打的 军控牌 军备控制牌 就是强行要求中国参加 美国 俄国的军备控制谈判 目的是减缓中国的军事限量化 OK 这就是过去两年半的情况 首先把我们定性为对手 然后出了一串的组合拳 打了个混合战 那么中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军型 美国目前还是对我们有傲慢 心理优势 知道吧 就是他们现在 首先是人种上对我们有优势 觉得你们长得再漂亮 你也是黄种人 不如我们白种人高贵 拒绝 还有一个就是平教 不是上帝的特殊选民 你们中国人无神论 上帝都不认识你 你凭什么崛起 还有就是意识形态 我自由民主最高贵 你这个共产党国家 怎么有资格崛起呢 你都没有资格 然后还有文化 历史傲慢 觉得我1894年世界第一 你这个家伙一来穷得像个鬼子的 你现在还比我富 那还了得受不了 那就是美国现在的毛病 心态上不对 不对以后 就无法接受中国崛起 政治上 必须要我们学它多党之 经济上啊 让我们永远做低端打工仔 就是你就给我做袜子 做那个香包 做圣诞节塑料礼品 你搞个什么5G啊 中国人很生气 中国人说我14亿人要过好日子 我天天做袜子有什么利润呢 对不对 我肯定得搞5G啊 不是我富不起来 我没有利润呢 对不对 这就矛盾了 另外就是战略上 他要我们成他的跟班 这个都是我们14亿人 不能答应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天然权利啊 你凭什么否定我啊 这违反人权啊 不过这是中美的根本矛盾 发展权是我们的 我们天父的权利 对不对 他不接受 谢谢大家的权利 谢谢大家的权利